AMD 5600G 5700G在香港就剛開始賣街 雖然售價惹來爭議 但買CPU就不止一個方法 如果你已經打算組裝Desk Mini這類Mini PC 這次你就沒找錯片看了 因為這次蛇叔要輪入五款 可以在Desk Mini X-38用到的氣息 想知哪款效能最強 哪款最抵用 就記得不要轉台 這次測試的五款散熱器裡面 有三款是之前Desk Mini A-38都已經測試過 他們包括是AMD原裝RAVSTEP NOTRA L9i 以及ID COOLING IS47K 所以這三款散熱器的安裝介紹 我們就會散略了 有興趣就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而今次Desk Mini X-38的測試 就會新增兩款挑戰者 分別是ID COOLING IS40X 以及FERMOWAY ASP90R 先說一下IS40X 它連風扇的高度大約是45mm 扣具支援Intel LGA12-115X 和AM3和AM4 跟來的風扇型號為ID 9215M 12S 最高轉速有2500rpm 安裝會採用四邊螺絲加壓的方式 上螺絲之前記得放置紙圈 以免損壞主機板 螺絲扭到90%左右就足夠 不用用死力扭去盡 FERMOWAY的AXP90R 買這副熱器時要留意型號尾要有R字 因為它有另一個Intel AMD通用版 叫做AXP90X47 但基於底座的螺絲會比較高的關係 是無法安裝到Desk Mini 所以一定要買AXP90R才能安裝到 以及要留意它只支援AM4 進回正題 AXP90R連風扇的高度會是47mm 底部會有四組導熱管和銅底的覆蓋 風扇會跟來TL9015PWM 最高轉速為2700rpm 安裝方法都是採用四邊螺絲加壓 但不同地方它是用無頭的螺絲 而且安裝它時也要留意 不要刻意扭進它 因為這樣做的話 主機板就會彎曲 小質就會影響散熱表現 重質可能會整壞塊板 第一部份測試會行AIDA64的CPU STRESS加FIRMOWAY 理論上這個測試組合和大家打遊戲 Full Low差不多 錄得的溫度就會由低至高排名 分別會是ASP90R IS40X L9i RAVSTEPH 以及IS47K 當中溫度最低的會是ASP90R CPU和IGPU只有72度和58度 而這部份測試溫度最高就會是上吹色的IS47K CPU和IGPU就會去到86度和75.6度 除了溫度錄得最低的三款 CPU的時脈都會較高 ASP90R就會錄得4147MHz IS40X就會錄得4122MHz L9i和RAVSTEPH都會錄得4100MHz 而IS47K就會錄得4046MHz 由此可見散熱器效能夠高的話 CPU時脈就可以維持在較高的水平 第二部份就會試試AIDA螺絲的FPU 排名由溫度低至高去錄起 分別是ASP90R IS40X L9i RAVSTEPH 以及IS47K 排名的名次跟上回合一樣 當中溫度最低都依然是ASP90R 只有85度 溫度最高就會是上吹色的IS47K 有近96度 而且看回他們的CPU時脈 可以見到AXP90R依然可以維持4147MHz 相反其他散熱器就只能維持在4100MHz 而IS47K甚至連4GHz都不保 只有3946MHz 簡單總括來說 散熱表現最好的就是AXP90R和IS40X 至於價錢相對較貴的L9i 表現就會落後 或許大家會問為何NOTA L9i會比這兩款差 除了導熱管的數目 更重要的是高度和旗片面積 L9i的高度連風扇大約只有37mm 扣除風扇的話實際就少於23mm 相比AXP90R 講到他們的高度扣除風扇都還有32mm 如果計算旗片面積 就差不多相差近30% 其次L9i對於用在Deskmini另一個問題就是高度 因為它連同風扇才只有37mm 距離Deskmini X300可容納的上限 47mm還有10mm距離 變相吸入先鋒量就會追不上風扇 緊貼著外殼的AXP90R或IS40X 而且看回IS40X的旗片高度 其實只要是20mm 換言之贏就贏在導熱管的數目和高度 所以並不是Nortra L9i或L9a散熱不勁 而在Deskmini X300並不是最佳的選擇 至於大家最關心的噪音 我當然會逐隻跟大家試一下 在大約10cm的距離用分貝計量量度 由最正開始排起 就會是L9i、RAVSTEPH、IS47K、IS40X和AXP90R 當中比較吵的就會是AXP90R和IS40X 它們同樣錄得56分貝 除了因為風扇轉速比較高 它們的風扇緊貼著外殼都是主因 至於比較靜的就會是RAVSTEPH及L9i 它們分別只有49分貝及47分貝 不過測試還未完 雖然已經知道AXP90R和IS40X兩款散熱表現是最好 不過由於它們使用的風扇都不同 要知道散熱器本身的散熱表現 就要將它們換成相同的風扇 所以最後一部份的測試就會試一下 換成貓頭影的NF-A9X14PWM的風扇 結果出來IS40X兩部份的測試都會低於近兩度 而AXP90R是AIDA螺絲CPU STRESS加FIRMARK維持不變 但在AIDA螺絲CPU STRESS就會高了一度 結果就反映了IS40X即使使用相同的風扇 散熱的表現都仍然會落合AXP90R 而原因估計跟它們的結構是有關 AXP90R的底部除了多了一塊銅底覆蓋著 導熱管在底部其實就已經跟旗片連著 相反IS40X就會用一個圓空式的設計 熱力只能通過導熱管由底部傳到頂部的旗片 傳熱效率自然沒有那麼高 其次就是風扇 AXP90R跟的TL9015PWM性能是不給貓頭鷹弱 所以打算用AXP90R的話 就可以不用考慮跟換風扇 至於IS40X跟的風扇性能就會比貓頭鷹弱 但換完都只有兩度的差別 值不值就好看你對那兩度有多執著 來到總結 今次5600G配DES MINI X300的散熱器Run-up 結果呼之欲出 散熱表現最好會是FIRMORI的AXP90R 以及ID Cooling的IS40X 不過今次的情況跟上次踏散Run-up就有少少不同 因為今次五款散熱器的價錢都有頗大的出入 例如NOTA的L9i或L9A 售價就差不多約到$400 而FIRMORI的AXP90R和ID Cooling IS40X 就分別只是$235和$90人民幣左右 如果大家會考慮到性價比 那IS40X就會是贏家 至於上次A300的時候的贏家RAVSTEPH 今次的表現都不算很差 問題只是今次新增的兩款表現會更好 對比上次用$400換隻L9i或L9a低兩度 和今次用$90人民幣換隻IS40X低四度 今次我會跟大家說可以考慮一下升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